前文在族,書接上一回,話說耶律劉哥,趁胡沙虎立腳未穩,以日代勞,即刻打開咸平城門,帶著他那些憤怒的起義隊伍,立喊著衝入金兵陣中。 由於一路行軍勞累,曾經遭遇過蒙古軍隊的打擊,面對起義的揭丹人,金兵即時被殺到賄亂不堪,四散逃命去了。 胡沙虎的隊伍,一路連遭打擊,早已失去戰鬥能力,將無數的知眾,吊起給蒙古軍隊和耶律劉哥,他只是帶著幾個徐蟲踢回中都。 成吉思汗的弟子佛金,雖然身受戰傷而歸,只但大有收穫,不僅掠取了大量財物,還消滅了金兵中的有生力量,特別是這別的東奴軍奪取了東京,意義重大。 那遼東是女真民族的法場地,歷代的金國皇帝都十分重視這個大後方的安寧穩固的。 這次東京被這別輕易奪取,對金國朝廷上下震動很大,尤其是耶律劉哥的起義,使遼東大地上的揭丹為民群起響影, 他們脫離了金國,歸附到蒙古,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。 耶律劉哥在蒙古的支持下,在公元一二一三年三月清皇,定國號為寮,以在意滅亡走的寮國為號召,使清東寮,定都咸平。 那為了表示對成吉思汗的感激,他帶著兒子耶律舍者還有九十斤銀幣的禮物,趕去蒙古去拜會成吉思汗。 那當時,在眾多的拜會者中,成吉思汗將耶律劉哥父子安排第一個相見,可見對他十分重視。 在接見過程中,成吉思汗和這位東寮王談了十分投機,並破例下令,將耶律劉哥貢獻來的禮物,陳列在汗延前的白坦之上,展出七日之後才收入倉庫。 成吉思汗又賜給耶律劉哥金婦人,還是委任他做療王,兩個人關係更加密切。 過了沒多久,咸平傳來消息說,耶律師筆殺死軍師耶律行辱,自稱為療王啊。 那樣,耶律劉哥即刻辭行,成吉思汗派吉拉齊領三千人馬前往咸平,幫助平伴,並說:「你知隊伍,就留在你那裏,歸你指揮。」 耶律劉哥千恩萬丈地告別了成吉思汗,令那三千人馬,升夜趕到咸平。 原來耶律劉哥的弟弟耶律師筆棍王,和軍師耶律行辱,為了爭奪一個女人,搞得商戶反目成首。 這個女人叫余立齊,原本是咸平留守亞古台的小妾,亞古台死了之後,馬更有將他搞到手。 耶律劉哥起義之後,為替子女以後那個未過門的儀式劉慧而報仇,殺了馬更有,將他賞給軍師耶律行辱。 但是他弟弟耶律師筆,早就雖然與立齊的美貌,心懷妒忌,總是想找軍師耶律行辱挑叛。 耶律劉哥清皇之後,為了加強防衛力量,就叫軍師耶律行辱,和弟弟耶律師筆一起組建軍隊,訓練兵馬,準備和金國的軍隊相對抗。 啊,誰知道遇事意見不合,兩個人多次罵到耶律劉哥那裡。 鳥王沒辦法了,索性將他們分開,讓耶律行辱負責步兵訓練,他弟耶律師筆負責騎兵訓練。 這次耶律劉哥到蒙古拜見成吉思汗,叫軍師耶律行辱在國都主持一切事務,令耶律師筆更加不滿,將滿套的怨氣都發示到軍師耶律行辱的身上。 那經過周密策筆,耶律師筆在一日深夜,派兵包圍了軍師耶律行辱的住所,借口他想謀反了個綁主,正要殺他的時候。 鳥王的皇后,尿王的皇后姚里斯突然趕來,對耶律師筆勸阻話了。 請問郡王,你說耶律行辱要謀反,有沒有證據呢? 耶律師筆被問到抹大口的洞,只要說:「嗯,證據是有的,等皇兄回來的時候,我一定會交給他。」 姚里斯對她說:「那就請你暫時不要殺軍師了,就算論罪該殺,最好等獵王回來之後再殺刑辭啊。」 耶律師筆不高興的嘛,什麼時候殺她我說了就算。 那鳥王的皇后姚里斯呢,也是一個有頭腦有見識的女人,她立刻說:「郡王這樣說,不是多合適吧? 沒有確鑿的證據,就將大臣殺了,何況鳥王又不在國內,那怎麼行呢?」 :「只但耶律師筆根本不把皇后的說話當了一回事,她很漫漫的嘛。」 :「你們的國家大事,你們的女人不用過問。」 講完就向她的親信命令講,將陰謀叛亂的耶律行辱拉出去駐死。 皇后姚里斯就沒有辦法,就相前攔住行刑人員,想阻止他們的行動。 誰知道耶律師筆她說:「和我將這個女人也綁起你。」 殺死耶律行辱之後,耶律師筆派兵包圍了遼王耶律劉高的公室, 將她的子女和皇后姚里斯困在一起,然後自稱為遼王。 耶律師筆將支持耶律劉高的人全部殺死,連成吉思汗派來援助新遼國的將士,她都不相信, 竟然被她殺死了三百幾個,整個起義隊伍被搞得分崩離析一片混亂。 耶律劉哥回到咸平之後,她弟弟耶律師筆早就帶著一對人馬逼走了,她叫蒙古將領吉拉齊領兵去追趕。 這件事,耶律師筆的叛亂隊伍發生了內空,在逃跑中,耶律師筆被捕下克盧殺死,金山又殺死克盧, 最後罕射又殺死金山,這樣殺來殺去,這支揭丹人的叛亂隊伍, 終於回到耶律劉高的帳下,叛亂總算平息了。 後來,吉拉齊領著人馬,幫助遼王耶律劉哥逐步統一了遼東,將禁國的勢力趕出了遼東,從此,遼王和蒙古的關係日益密切。 兩年之後,遼王耶律劉哥病死,皇后姚里斯親自主政,自己統領軍隊顯示了非凡的才能。 為了繼續和蒙古保持良好的關係,這位遼國的皇后姚里斯,攜帶著兩個兒子和幾個孫,長途不洩,不怕風雨勞虎,前去拜見成吉思汗。 兩個人見面之後,成吉思汗讚揚她說:「劍壯的嬰,也飛不到的地方,你一位婦人竟然能夠來到這裡,你真是了不起,確是一位根國英雄啊。」 當即擺放進封城的酒宴來款待她。 兩個人談笑風生:「你敬我一杯,我敬你一杯,氣氛熱烈而有融洽。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我是一個女流之輩,怎能夠長久主政的呢?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我們的長子早就被阿古台害死了,賜指耶律師姐來到大汗帳下幾年了,我想叫她回去繼承遼國的皇位,不知大汗認為怎樣呢?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成吉思汗聽了,立刻言出不捨得的意思,看著姚里斯說:「耶律師姐在這裡幾年,已經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蒙古人。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她在戰場上屢次立功,我的長子述赤,在一次戰爭中被敵人包圍的時候,幸好她率領軍隊及時趕來救援,以致身父留見而不退,論其功績,已經成為我軍中一名勇士。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叫我看,你遼皇的皇位,叫三子耶律善哥繼承。」 皇后姚里斯又說:「大汗的心情,我已經了解,只是因為耶律師姐本來是遼皇前妻之子,是嫡長子,而耶律善哥是我生的。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如果立他為皇,不是顯出我的私心的嗎?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說不定,國人會有議論的。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又是違背救禮,不合天道吧?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聽了這些說話,成吉思汗心地說得有道理。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個心不如都產生一種肅然起勁的感情。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好了,你真是一位色大體,護大國的賢妻良母,也是一個很有政治頭腦的女中豪傑。」 皇后姚里斯立刻又問:「大汗的誇讚,使我感到無上榮幸。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讓耶律善哥回遼國去繼承皇偉一事,你答應了。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成吉思汗笑著說:「答應了,答應了。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姚里斯立刻站起來,舉酒杯。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感謝大汗的理解和支持,讓我為大汗的龍體健康長壽乾杯。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說完,他離開座位,來到成吉思汗面前,和他碰了杯,然後一飲而盡。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這件事,成吉思汗忽然聞到他身上有一股異香傳來,不敢即時勇起了一股情潮, 皇后姚里斯說:「真是想破過一手抱著他半老的皇后,好好聞一聞。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但他控制著自己奔放的激情,凌機一動,對身邊的護衛說:「皇后那麼海涼,又是豪飲之人,不用大杯,豈不是太不恭敬了嗎?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話音剛落,兩位好像碗口那麼大的肉杯,已經裝滿了香醇有人的味酒。」 皇后姚里斯伸手接過一杯,這件事,姚里斯稍微遲了一下,他說:「恭敬不如從鳴,我只能夠捨命陪君子。」 皇后姚里斯說:「說完,他接過酒杯,兩個人相似少少,連續碰到三大杯, 皇后姚里斯河中下中下,回到自己座位上。 皇后姚里斯,皇后姚里斯河是很少喝酒的,不到非飲不可的時候,他是滴酒不行的。 皇后姚里斯,今天,遇到這麼一位根國女傑,她的心就特別高興。 皇后姚里斯,又見這個女人,雖然中年半老,而且已經寡居幾年, 仍然風之卓弱,端莊嬌嚴,實在罕見的世間猶物。 皇后姚里斯,這時,乘吉思汗再看下姚里斯皇后,見她搏在酒台上, 早已經醉得不省人事感了。 於是,她向護衛隊員咬頭,她說:「快點將皇后抬到張後床上去。」 然後,她對那些護衛隊員一揮手就說:「倒出來休息吧。」 等人們走了之後,她來到後床,見姚里斯仰面粉在床上,正想撲過去跟她親熱的時候, 忽然間,見她身體向上一躍,竟然從床上彈了起來,雙手勾著成吉思汗的頸細聲說:「天下的男人都好色。」 連你這個大汗也不例外,難道你窩兒朵裡面的女人更少嗎? 為什麼對我這個…… 成吉思汗順手抱著她的小腰說:「天下好色的男人不少,但是好色不淫的男人就不多了。」 說完,她摸著皇后潤滑的皮膚問:「你寡居了那麼多年, 為什麼還能夠保持這麼端莊美麗的容貌呢?」 姚里斯聽了,笑而不得,過了一陣子才說:「就是…… 就為了等著這一天啊,成吉思汗聽了這麼說, 就哈哈大笑起來,忽然間又問她說:「難道你沒有喝醉嗎?」 說完,姚里斯就主動替成吉思汗寬衣解帶。 那麼成吉思汗一再玩流下,這位寮王的前皇后姚里斯, 連續過半個多月,才依依不捨地告別了成吉思汗, 帶著新立的寮王耶律舌,這位贈給她的良馬四十匹, 白金九劍,美女九人,返回遼東。 由於成吉思汗的兩次攻打, 金國是選兵折將,丟成失地, 人口財物被劫略,城鎮遭洗劫, 導致了內外矛盾的迅速激化。 大量的揭丹漢族長領,在戰爭中主動半金航蒙, 被金朝的統治集團敲響了警鐘, 使他們不得不對現在的女真族以外的異族長領產生了疑慮, 於是一場對異族長領進行清洗的排外運動, 在金國的軍隊長領中開始了。 金國威靈首將劉伯林,是漁林人,為人耿直任俠眾義, 他多馬純屬作戰勇猛,在金軍中享有威名的。 蒙古軍隊為虎州的時候, 完顏成羽曾經派人向威靈求救, 劉伯林當職領兵出城,趕往虎州救援。 只但他的隊伍走到中途,已經聽到虎州失守的消息了。 正當帶領軍隊返回威靈的途中, 他又遇到突圍爹出來的懸顏成羽, 他一見到劉伯林就好漏地指責話了, 救兵如救火?你竟然慢吞吞在路上游山換水? 沒有等他講完,劉伯林也不高興了嘛。 你打了敗仗,不要在我身上發洩, 還要回中都去撤職待茶了。 撤職待茶,是皇上對懸顏成羽的處罰決定。 劉伯林以此對他反唇相機,使元顏成羽老收成老, 整套火地翻到中都。 自此之後,元顏成羽到處揚言說, 虎州被遺的時候,威靈首將劉伯林見死不久, 還行災樂禍。 後來,這些說話傳到皇上永濟的意中, 問丞相陶丹益說, 劉伯林是個怎樣的人啊? 陶丹益答說,劉伯林雖然是漢人, 但是此人忠心可靠,為人耿直廉潔, 不為權勢所屈。 皇上就將元顏成羽的說話說了一次, 又說, 他如果勇兵不救, 要他又有什麼用呢? 不如切了他吧。 陶丹益勸阻說, 請皇上名鑑, 威靈他來虎州八百幾里, 短時間怎麼可能趕去呢? 何況虎州自備為之城破, 只有一日半的時間, 劉伯林就算有雙翼, 能夠飛得到嗎? 皇帝這樣才取消到劉伯林的處罰, 但是朝中的女真族官員, 總是為元顏成羽不平, 總是到處散佈劉伯林的不滿情緒。 沒多久, 有人告發匯州首長史丙直, 說他跟韓蒙的兒拉涅兒有關係, 亦想背叛今朝。 皇帝聽說之後, 派丞相圖丹益調查處理這件事, 消息很快傳到威靈首長劉伯林那裡了。 史丙直是劉伯林的表情,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, 劉伯林就快趕到惠州報信了。 誰知道劉伯林的行動早就被元顏成羽精探去了。 他立刻向皇上報告說, 劉伯林和史丙直來往密切, 經常在一起策劃半金的勾黨。 皇上如果不信, 請派人到惠州去查, 劉伯林必定在惠州啊。 那各位, 衛少皇永濟聽了之後, 又會有什麼反應呢? 他又會怎麼處置劉伯林啊? 欲知後事如何, 卻定下回分開。